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5月31号 国际体育会一飞冲天 星期一清早 巴西甲组首轮友好戏上演 届时游国际体育会 主场迎战利斯菲体育会 虽然国际体育会近期 各项赛事增性能力略显不足 但是毕竟在上赛季的亚军球队 其实力不容小脆 相较于上季处于联赛下游的利斯菲体育会 国际体育会今次更有希望拿到开门红 国际体育会近期各项赛事 拿到一胜两和 虽然增性能力稍显不足 但是他们表现仍是可圈可点 就在最近结束的南美自由杯分组赛中 国际体育会凭值泰亚高加哈亚度 同游利艾拔徒的不错发挥 带领球队斩获三胜一和两负的战绩 并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成功晋级16强 球队士气因而有点提升 杯赛的暂时落幕 得以令球队能够专心于巴甲新赛季的精情 在上个赛季国际体育会 以一份之差同冠军失资交备 深有不甘的拒地 誓要在今季卷土重来 中冠球队上赛季的攻防表现 军场1.61个入球数 排在巴甲前三 进攻方面火力强劲 而军场0.92个失球数 更是联赛之罪 可见主队是一支攻防兼备的队伍 照这么说 今铺里应看好座勇主场 优势的国际体育会拿了三分 在阵容方面 后卫摩雷多 同中场保舒利亚因伤不可以出场 另一边 虽然利斯菲体育会 近六场各项赛事中 都能在常规时间内 拿到不败的战绩 但是他们的对手 都非巴西主流联赛队伍 其含金量就可以话足棒 看回球队的巴甲成绩 他们上季作为升班马 差点遭遇联赛一季游 期间拿到十二胜六和二十负战绩的他们 整个赛季仅有42分 这个分数距离已经惨租降班命运的华斯高 先才一分那么多 可见球队并未能完全适应巴甲的节奏 他们高达20场的输球场次 也仅比保地花高 同哥列迪巴小一场那么多 在攻防两边 同主队也有足不少的差距 而且利斯菲体育会 并不善客战 上赛季作客负率接近六成 今次辉军他队的利斯菲体育会 注定出师不利 在阵容方面 前锋巴斯瓦因伤无缘披挂 我们是安播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精彩赛事尽在M直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